小李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收藏一些老东西,那时候在农村家里,也不能叫做收藏,只能说是看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就弄到家里,一直收集着, 后来就演化成了收藏钱币了,因为这是最为简单的一种收藏方式,其中最多的,要数十元纸币了,经历了多年的收集之后,收集了一大落的流通旧纸币,这就是一落十元纸币,这种纸币就是属于第四套人民币的十元纸币,从1988年开始发行,一直到2001年,其中在第四套人民币中, 这是属于极少数的仅仅发行了一个版本的币种,这样就说明了其使用频率不高,相应存实量就较大,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收藏和损耗之后,这张纸币的收藏价值,也是在慢慢增长, 小李收藏的这一落十元纸币,都是砸连号,也就是说不是连号币,是各种十元纸币凑成的一落,所有的十元纸币都有流通的痕迹,品项已经不算太好了,但是能够保留这么多年,也是非常少见的, 小李把这一落纸币拍照上传网络之后,引发了众网友的围观,有的网友就直接表示,你要发财了,这可不得了,因为第四套人民币马上就要退市了, 这张十元纸币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品种,虽然品项较差,但是剩在数量之多,很多配套收藏的都十分喜欢,但是小李却表示并不想出手,还想继续收藏,争取它也能早早转化为一个专业的业余收藏爱好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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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